安省政府上個星期五宣佈 由明年起 將會停止向沒有加入聯邦政府 10元一日日託計劃的持牌日託中心 發放低收入家庭和員工的薪酬補貼 原因是需要將有關的資金 轉到10元日託計劃裡面 估計有超過500間日託中心 可能會受到影響 到底省府為何會突然有這樣的宣佈 對業界會造成多大的影響 今天很高興請到在萬錦市 開辦私營日託中心的Maria 跟我們談談 是呀 歡迎你 Maria 你好 Hello Ken 謝謝你的時間 你認為省府突然宣佈 不再撥款或給這方面的資助 沒有參加10元一日日託中心宣佈 你覺得是否合理 其實是否事先有沒有透露過或者有沒有諮詢過你們 其實我覺得是合理的 因為其實10元一日日託計劃是需要很龐大的資金 參加了的這些日託中心 其實已經是有一部分是覺得 如果只是用收入來計算 他們是維持不了成本 所以我想省府他們計劃裡面 就是要用一個成本的一個公式去 去資助一些已經參加了的這些中心 所以導致了這個資金就有少少緊張 所以他們就說 其實如果你沒有參加到這個10元一日計劃 可能這些中心就會或者在手頭上寬鬆 就決定了對他們不再提供資助 那麼那個資助其實是多少 好像據報道就是說 大概那個人工的時薪會大概少兩元 是否這一方面 是的 其實以前省府就是說 你無論有沒有參加到這個10元一日的計劃 只要你是提供幼兒教育 那麼你所有的老師都會有一個 兩元一個小時的資助 那麼最新的這個Announcement 就是說 OK 如果你沒有參加到10元一日 那抱歉 我們就不可以再提供這個 兩元一個小時的資助給你的老師 還有意外就是有一些中心 他們是還會有一些 譬如叫做General Operating Cost的 一些每年的一個撥款 這一方面這個撥款都是暫停了 如果是按照他的做法的話 是 省府都強調的 如果是拿著一些低收入的家庭 就不受這方面影響的 但是你覺得這次的宣佈 對哪類型的日託中心會最大影響 因為其實是不是已經大部分 已經參加了10元一日這個日託的計劃 還有多少是沒有參加的 其實現在的市場 自從10元一日這個日託計劃出了之後 就分了三四個版塊的 第一個版塊就是全部都是公營的 即非牟利組織提供的這些日託服務 第二就是我們屬於私營的一些日託服務 之外還有兩種私效的 有一種私效就是中小型的私效 他們會提供日託之後 一直到八年級的小學升學 再到第四的版塊就是那些比較頂師 我們說是比較優越的私效 他們就不需要這個服務 所以現在這個公營 其實最主要應該是影響一些中小型的私效 因為散婦不再給他們兩元一小時的人工資助 以及沒有了這個額外的補貼 還有一些我們叫做fee subsidy 的學生 雖然散婦說到某一個日子 我會繼續提供資助 即是你現有的學生 但是過了這一天之後 只要沒有參加11天 我都不會再資助你這些有需要補貼的學生 這些有需要的補貼的學生 要再找另一間學校 OK 還有什麼影響呢 譬如說時薪會少兩元 會出現是否說教師會流失 轉回到別的日託中心 甚至慢慢令到這些私營的日託中心 有可能要關閉呢 其實我們就是擔心這些選擇了 沒有參加到這個10元一日的私營日託計劃 究竟他們是有這個小學的服務直升 他們可以繼續支持他們的營運 還是他們那時突然覺得不想參加 這些我覺得應該去再幫一幫他們 看看他們有什麼困難 如果他們在一個社區裡面 真的有很多家長需要他們的服務 我建議三副都可以再看一看 這些私營日託中心 他們或者是那時候選擇了沒有參加 是 其實會不會反過來 其實這樣的宣佈 你也說是逼大家 如果你沒有參加的 現在其實可不可以再選擇 參加10元一日這個日託計劃 還有沒有這個選項呢 其實 這個就沒有了 因為計劃稿剛剛8月來跟我們說 其實現在政府已經不再批給一些私營的 日託中心這個10元的計劃 他們每一個區是有指定的一些地區 他們是很需要日託服務 除非你開在那些地區 你可以得到這個10元的撥款 就是這個申請 其他地區他們已經暫時冷靜了 他們已經不再批 即是說現在才宣佈 但之前有沒有說到的 所以如果之前沒有參加 現在你說剪這個補助的 可能又沒有選項去再參加 這樣都面對幾個大的挑戰 是的 那時候就是他們又沒有說清楚 如果你不參加 以後就會沒有撥款 但是他們又沒有說 如果你不參加 我們會不會撥款 就是他們沒有說清楚 現在可能會面對兩難的局面 你看看省府希望不會一刀切 可能在短期內幫助他們 如何度過這個情況 謝謝Maria今天跟我們的分析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再見 剛才是跟在萬錦市 開辦私營日託中心的Maria 跟我們了解一下 省府由明年起將會停止 向沒有加入聯邦政府 10元一日日託計劃的持牌日託中心 發放低收入家庭和員工薪酬補貼 會對業界所造成的影響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會 稍後還有其他環節 稍後見